手上的这个15还没午热 16全系最新的消息已经曝光了 首先来给你们看一下 全新的外观设计 这一次结合了一个中国的元素 采用了全新的5孔模组设计 可信度高不高我不知道 但是你看一下这个设计 是不是得交一下版本全费 但是就是性能方面 根据外媒的爆料信息来看 iPhone 16全系列采用的是A18的一个处理器 而且明年的iOS 18也将从台出厂 虽然说今年的A17 Pro 它真的确实不咋地 但是除此造法我想还是会升降16和16Plus的 所以说A8X想用在基础款上 大家还是别奢求太多了 不过这次数字系列大概率还是有高刷的 但是120Hz还是仅限于Pro系列 16的基础款还是会采用90Hz的一个刷新率 自滑程度也将再上一个台阶 所以说这次涨涨价大家应该还能接受吧 至于信号方面也将告别假5G的骂名 全系采用骁龙X75的一个基带 支持新的WiFi7以及5G可以实现100GB的一个下载速度 综合以上的一个信息 16对比15它的升级还是蛮大的 但是依旧是跟PM还有一定的一个差距 比如质感高刷性能以及拍照 所以说想要体验最新的旗舰管 又追求实用性的 目前卡贴的14PM1818G 在小羊家低至4899就能入手 对比同行还在出5299和5499 就这性价比还要啥自行车啊 重量的低伤 自己接下来的